大家好 華記4月22日直擊報導 今天想提提大家 因為這藥是蓮花清溫膠囊 現在在芋華亞各大公司都有售 大家可以買來寄給親友 因為你在香港醫療好 但如果你有朋友在外國 這藥是發燒、收身無力 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症狀 中南山推介的藥 多謝我們的公司同事 今天寄了很多個郵包 去日本、馬來西亞 給同事和同朋友使用 今天想說一下 選民登記到數第10天 5月2日辭職 大家想快點登記 今天有很多新聞 譬如說 美國有一個屈人的州 日品法院告我們中國 因為朱凱迪說 武漢肺炎、中國肺炎 稀皮笑臉 中國肺炎是來自中共、武漢肺炎 你將香港人自打嘴巴 朱凱迪欠我們民族於不義 當年華州、村民 都是外國同胞 加上全新界西 都有外國人士 朱凱迪出賣所有選舉的人 有8、9萬票 朱凱迪就通過賣國 然後現在美國 聯同世界其他國家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引起的失業、死亡、損失 全部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欠我們幾萬億的國債 也不會還 另外還要賠錢給我 這些人擺明就是 矛等王、鬥矛 去搶 朱凱迪也稀皮笑 你不知道 現在在美國 活在美國的華人 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新加坡人 日本人都好 在美國受到嚴重的歧視 以及被毆打 以及被欺凌 因為朱凱迪 朱凱迪之流 以為自己很可愛 滴下滴下 開玩笑 經常掛在嘴邊 武漢肺炎、中國肺炎 現在搞到全歐洲 是華人、黃皮膚 你都會生命受到威脅 因為種族歧視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有大量人的死亡 這些死亡的親戚朋友 全部因為朱凱迪這句話 傳到美國的總統 去到現在的州長 就拿著一句說話 是你們香港人自己說的 你中國的香港人就說 武漢肺炎來自武漢 令到所有的不同國家 八國聯軍 就入了我們中國 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歧視 就是因為這班漢奸 賣國賊 走狗反對派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一票不投 泛民人渣 這班攬炒人渣 真的很過分 出賣自己的國家 出賣自己的民族 就是為他十多萬一個月的 立法局議員的錢 朱凱迪是否可以為了錢 而埋沒自己的良知呢 即是 早兩天 吳靠怡就說 被人抓了 最重要是找律師 你們有肥到脈都穿不掠 就趕來趕去為錢 而朱凱迪 你這些人渣 為了自己的立法會議席 一個月賺十幾二十萬 就出賣我們全中國的十四億的人民 你其實晚上睡不睡得著呢 朱凱迪 我覺得你很人渣 即是 有識之事 人人得而諸之 另外 今天看到 上天是有眼的 其實如果你的人好 你就會有好一點的福報 如果你人不好 今天我做了一條片 學肥佬禮 肥佬禮 肥佬禮是告急的 我都未試過 麵皮這麼厚告急 所以我今天都告急 叫人支持我們WKTV 另外剛才很開心 何君堯、黑超哥、K 和我 剛才我主持了一個節目 就訪問 何君堯、黑超哥和K 都有一些疑問 會給大家看 其實在法律的層面 你各與各之間 所謂各有各 法律家有家規 你美國這樣跨境索償 你怎麼去聯合國 去海牙法庭 何君堯就會解答大家 待會留意 就是黑超哥播的影片 還有呢 這幾天 疫情延長了緊急令 我剛才去了中環和上環 因為最近很多朋友見 特別是有些上市公司的朋友 對我之前說的 對我之前說的 很多朋友都想找我幫忙 我榮幸認識到一位 美國名校 史丹福大學 讀GSDDF科的專家 20年前已經獲獎了 在這方面 幫忙配對 幫忙在上市公司做一份 consultant report 看到在中上環 有一條街 因為我的車沒有電 去了那裡充電 然後我走那條街 我發覺那條街 十幾間街坡很恐怖 我發覺攬炒那些 真是人渣 經常說攬炒沒有工做 就可以得到他們的目的 什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什麽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現在整條街都被光復了 光復到 接下來我們馬上看看 現在去到中上環這條 本來欺來讓往 居水馬龍的一條街 怎樣被這班泛民黑暴 搞到沒什麼好吃 整個店舖 就是敗這班攬炒人渣 道致的 我們馬上去片 大家好 華記 今天駕車沒有電 就來到這裏 史丹頓街那裏充電 有時間下來看看 短短一條街 有十幾間吉舖 即是他們 由去年的六月 這些黑暴 天天說攬炒 全部都是吉舖 這裏 短短一條史丹頓街 其實這裏我都很陌生 因為如果不是今天駕車 喂 哈囉 多謝支持一下 如果不是今天 駕車沒有電 走來這裏充電 我都不知道這裏這條街 絲橫遍野 周圍都是吉的 你看這些 這些也是吉的 喂 即是很嚴重 我發覺這些街 全部都是吉的 現在都好像有少量 很少量的 酒吧 仍然營業 但是呢 在這裏走了不夠一分鐘 你真的完全是感受到 即是這個 黑暴 和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傷鬼泊門 是多麼恐怖 全部都是吉舖 這裏 即是嚇死人 即是呢 今天阿肥佬拍一條片 就說攬炒成功 就希望別人訂閱他 喂 其實攬炒是他們的idea來的 都是攬炒人渣來的 是吧 現在 現在 現在不要生意 又叫人給錢 但是他就主張攬炒 推香港去死 那你 蝕錢就好過年輕人去坐牢 是吧 嘩 這條史丹頓街 真的嚇死人 全部都吉舖來的 你看 喂 香港 中上環 這些地段 嘩 你們看 真是嚇死人 全部都吉舖來的 喂 這條街 全部都吉舖來的 你說攬炒 剛才我就看到 肥佬黎 他幾十億身家 可能過百億不出奇 吃了幾億銀 都已經哭了救命 嘩 在我華記見到他 我自己面皮都不夠他的口 所以我馬上檢討我自己 喂 我從來都好像 沒拍過片 讓人訂閱我的頻道 那樣 他馬上激勵到我 立刻拍片 就叫大家訂閱我 WKTV華記頻道的頻道 為什麼呢 那天只有1萬多個 1萬多個 1萬多個訂閱 訂閱 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剛才也學了 肥佬黎 膽操操的 叫別人訂閱 請大家支持 WK WKTV華記頻道的訂閱 是免費的 是免費的 那個就要錢的 這個是免費的 WK 肥佬黎是要錢的 這個是免費的 希望大家支持 OK 今天就 補充著這麼多 大家好 話這麼快 又過了整個星期了 俄羅斯 我們上個星期就說 選登倒數15天 現在選登倒數 就剩下10天 疫情又好了 香港 我們又要提下 選民要登記了 沒錯 大家千萬不要疏忽 爭取你的公民的權利 投票 支持香港 反攬炒 記得選民得記了 到數第10天 快點 遇到你 大家好 今天我們大阪同事 Lily 介紹一個豪宅 就是這個大阪的核心區 中之島 好 大家看到 現在在室內內 正在看房間 現在可以選擇三個房間 不過這裡有兩個房間 比較大 我們現在正在看肉身 乾濕分離 洗手間和廁所分離 然後我們看看房間 試試正正 然後我們看看廳 廳很開陽 其實那個廳 看出去 其實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廚房 然後看到廳 廳看出去 很開陽 萬家燈火 這個單位 其實在大阪來說 它是700多呎 實用面積 那價錢 就是港幣600萬 左右 其實它的質素 是很高的 樓齡也很新 那我們馬上聽一下 Lily介紹 大家好 我是世界21 大阪心災橋分店的 Lily小李 我們21世紀 是世界最大的一家 不動產公司 我們分行 位於大阪最繁華的 商業中心 心災橋 我來大阪十多年了 是不動產七年 大學公讀是建築系 相信一定會為來日本 投資房產的你 找到最適合的一款房源 來新家橋 記得找我 這是我的微信號